現在的短途賽事,22分10號,準備 我忌忌 飛數就相當厲害 我們開閘的時候,前面快閘的馬 你看到中間位置珍珠有利 外面還有江輝出擊,最出金泉 第四位紅衫還有素鳥型 內蘭準衣時,外面薑餅仁 中間百戰百勝,尾衣身力飛 暫時包尾就是一隻永常勝 好,開始跑對面直路 前面帶了出來的馬,有金泉 江輝出擊,內蘭第二 外面薑餅仁第三,中間第四,素鳥型 第五位,還有內蘭的珍珠有利 就是淺藍衫白鼻枯 再後面的馬,還有準衣時 尾衫內蘭新力飛,外面百戰百勝 暫時包尾就是永常勝 好,過完這個六百 前面帶頭,金泉依然 佔先一格身位,薑餅仁第二位 江輝出擊,內蘭第三 第四位,外面素鳥型 內蘭第五,還有珍珠有利 再後面紅眼罩,黃衫,準衣時 尾衫,身力飛,尾衣,百戰百勝 包尾,永常勝 入正直路,前面透出的馬 見到埋面位置,金泉 中間,薑餅仁,珍珠有利 上來了,見到中檔位置 還有準衣時,素鳥型 最出就是百戰百勝 最後百多米,薑餅仁佔先 外面準衣時,中間還有珍珠有利 接近中點,薑餅仁也很有機會 打踏再贏了 第二名準衣時,第三名珍珠有利 第四名江輝出擊和身力飛相當接近 結果這場賽事,薑餅仁 成功打踏再贏了 外面殺上來,第二名準衣時 珍珠有利第三,第四名江輝出擊,身力飛近 薑餅仁,打踏再贏了 吳定強今晚都起不了馬 準衣時,跑第二 又好像勁進王區一樣 第二門的珍珠有利,跑到第三 第四名江輝出擊,還是身力飛 嘩,看到潘頓贏一隻薑餅仁 都歡呼,為自己鎮一鎮臂 十一檔,順利贏馬 再欣賞一下潘頓,在這裡 贏了馬 相當開心 因為他今天的賠率 其實最後都打上去到十一倍 因為那些很多熱門,好像珍珠有利 八千八十 雖然檔位比較開 看看薑餅仁贏了,霍鴻仁又贏了 潘頓 不要放下我 今晚莫雷拉也贏了 韋達也贏了 所以自己也贏了一場 暫時沒有騎士起碼 一人贏一場 柏寶,安國倫,何宅瑤 馬房就 方家伯馬房 今晚龍華太子不是用搬 用柏寶,這隻才用搬檔 這隻有十一倍 幾隻熱門馬 這隻是最好分的熱門馬 似乎上次有些對手比較弱 又贏得敏 這次形勢沒那麼好 想不到原來這隻贏了 扭味了少少 約五百元 跟我們預計一樣 在早段的時候會耗力一點 其實他早段就有三疊 但不要理會,他真的贏了 雖然有這樣的製喻 但他不算太好力 其實起步他的意識 他不是想搶 現在是十一檔那隻 在外面 他一直看著裡面 他是想損 一律網 其實也沒怎麼給 就是他不是想搶 不過這裏發覺無法損 然後才給 開始你看到前面那隻金泉帶開了 前面那隻塑料形又不是很快 他拖著順勢上來耳蝶 所以他一直沿途都沒有怎麼用力 雖然說走二疊 後面那隻八戰百勝 走走走走走走去三疊 三疊 現在又拉回二疊 那怎麼會被新力飛放在裡面呢 新力飛的檔位 還給他開 這裏新力飛守在那個位置 裡面有遮擋 八戰百勝很不規矩 珍珠有利都守著貼籃那個第三位 其實他一直都跟著薑餅仁 這裏都忘空了 都很正確的法力點 雷神那些法力點 大家都不需要懷疑 對 彎前就已經開始比了 俊伊士在外面戴著眼罩 他上禮 可惜 魚鵬前面那隻薑餅仁 買出來今天漢獅都少了 下次都可以再留意一下 福報完畢 派彩作實 跑第一名5號薑餅仁 我讀贏派112元 位置派27元 跑第二名7號准伊士 位置派21.5元 跑第三名10號珍珠有利 位置派12元 連贏位5答7 派496元 三重彩 5號7號10號 派2949元 單些派2